这是一种在美国新流行起来的盗窃车辆的方法 你屏幕上看到的实际上是两名小偷 一名小偷躲在车后面 一名小偷拿着天线靠近房间或者卧室 他们正在实行一种被称为中继攻击的偷车行为 如果你和我一样都是无钥匙启动的车辆 那么你车辆的钥匙FOB远程控制起 会不断的发射信号 寻找他所属的车辆 同样车辆也在不干的寻找那个钥匙FOB 那个拿着天线的家伙 我正在尝试放大房间里的钥匙FOB发出的信号 以欺骗车辆 使其认为钥匙的FOB距离车辆比实际距离更近 这就是你为什么钥匙放在口袋里不按开锁键 也难禁车门的原理 对吧 这意味着一旦他们进入车内 没有任何警报会响起 小偷们可以轻松的启动车辆并驶离 然后他们可能会将车送到某个零部件拆车场 或者将其送往海外 随心所欲的处理 公开数据显示中国东部省份 机动车盗窃方案率普遍较高 如广东上海浙江江苏等地 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地区机动车保有量大 提供了更多的盗窃机会 解决方案就是你可以在回家后 把钥匙FOB放在一个小金属盒子里 或者使用锡箔纸包裹 这两种方法都能评逼钥匙FOB发出的信号 防止类似事件发生在你身上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来抖音急速吧 看视频领现金